基本工资职联调升会达到三万三千元 在端政策牛肉锁定青年族群 何有余积极拼选举 但自家新北市府也被质疑为助选不公正 近日赖清德万里老家违建风波 新北市府从一开始回应 无主能证明建物在民国七十年二月存在 及认定合法 但赖清德自欺名牌就能证明后 新北市府发言人又改口 房屋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很多的要件 不只有门牌一项 新北市政府不只是招令戏改 正是一日三变 俨然已经成为了政治操作的一部分 这让立委看不下去 因为根据新北市府合法房屋证明处理要点在民 民众申请合法房屋证明只需要八项资料中的一项 不仅如此 立委林俊宪脸书po出更多证据 林俊宪说能找到赖富总统老家最早的证据 居然是他爸爸因不幸矿灾意外登上新闻 报纸有写赖富住在哪 用这个地址变更门牌进入追查 足以证明民国49年时他们就住在这 昨天那个新闻稿后面又去讲到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矿业用地 不适合当住宅来使用 民国73年的时候 政府一直行政命令废矿坑 73年之前那边全部都是公鸟是合法的 新北市政府的态度没有变过 就是依法行政 强调依法行政 但赖气的老家门牌室时摆在眼前 只要查一查就知道 新北市府有没有秉公处理 选民心中自由公断 3月郭斯文 郑凯中 新北斗